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勾一下这款西瓜包 我们这边都叫做西瓜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包的前面 这个是包的后面 我们今天这个包用到的线呢 是用了是 这个是180个辫子的 是用了是五轴线 西瓜红的是三轴 这个呢 驼色的就是用了是两轴 因为我们这个袋子 勾的是西瓜红的 所以说这个呢 就要用到的多一点 如果你这个袋子想勾坨色的 那就是坨色的要多出来一只五轴线 我们这个上面勾了一个 这样的花来做装饰 还有这叶子 其实大家在买线的时候 不用配这个叶子也可以 我们就直接勾一朵这样的花 勾上去就可以 还有这个呢 就是可以根据大家喜欢的颜色 来搭配这个包的颜色 我这个呢 就是西瓜红配坨色 也就是用到的线 也就是这种粗的合补线 西瓜红色 还有这种坨色的 这个是西瓜红用了三轴这样的 坨色用的是两轴 好 我们今天来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怎么勾 这个是起的是180帧 我这个呢 有一个快勾好的 一会我就拿这个来给大家讲怎么织 怎么勾 这个呢是起的是160帧 160个辫子帧 160个辫子帧也就是大概是有长是80厘米左右吧 我们这个呢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起针吧 我们用的勾针是2.0的 用到2.0的 我们用这种猪炭的勾针可以用2.0和2.25的都可以 好 我今天就拿一个多元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起针 起辫子针 我想这个辫子针呢 大家应该都会的 我们就这个以这个样子的就是起 这个是起160帧 我们就起160个辫子针 当然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辫子针怎么起就行了 我都不会给大家再往后讲这么详细这一点 因为起针大家都会 大家看看拿线的地方 就手这个手用食指挑的线 这个无名指和小指这样夹着 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的 然后用勾针从这里用勾针从下面绕一圈 然后绕到上面 我们就勾一针辫子针 这个是不算 我们要勾到160个或者180个 这要根据你 看你喜欢的包来大小来定了 就这样勾 160个辫子 好这样呢 我就不再勾那么长了 就先给大家这个讲一下这个起的 这个辫子这么针怎么起就行了 我们拿这个黑白色快勾好的这个黑白色的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怎么勾吧 因为它每一行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这个呢 就不用 不用给大家再从一步一步的来 从刚开始来教大家了 你看我这个黑色的这一点呢 已经勾到这一行了 好 这一点也勾过来 然后这个 该换这个白色线了 好 我们就当这个是第一行吧 就当这个是起好辫子针的第一行 然后我们就要勾 嗯 起完针之后呢 我们勾一针辫子针 好 这个白色线勾上来的时候 也就等于勾了一针辫子针了 然后我们呢 就在这种辫子针里边 开始勾 短针 边上是要勾30个 一边 这边要勾30个短针 就是一个洞眼里边勾出一针 大家看不清楚的话 我拿这个 刚才起着这个辫子针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勾吧 这个是刚开始起的是 嗯 这个起完之后呢 比如说这都是160针 或者180针了 然后我们勾一针 这样的针之后 我们再 就是从这个 大家看清楚 嗯 就是从这里边勾出一针 勾出一针 这样的辫子针 好 就是一个洞眼里边勾一针 对 就这样勾30针 一个洞眼里勾一针 勾出30针 好 我们拿这个继续给大家演示 就是每个里边都勾一针 就是每个里边都勾一针出来 好 30针我们勾到这个地方 大家在刚开始勾的时候可以数一下 30针 好的 这30针短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怎么勾呢 我们就当这一行是刚起好的辫子针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30针勾完 30针勾完了 嗯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先绕一下 勾长针 勾长针怎么勾呢 这不是 这是辫子针吗 我们就往前数一二 数 这不是 一个两个 然后 在第三针辫子针上 我们 勾出 一针长针 好 勾一针长针 之后呢 我们再勾一针辫子针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动眼里勾出 一针辫子针 勾好以后呢 我们再下一个也是隔一个两个 隔两个动眼里面 一针两针这黑色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大家大家记得就是往前数一二 然后在第三个辫子针里面 在第三个动眼里面勾出一针长针 然后再勾出一针辫子针 然后再勾出一针长针 好 我们还是往前数一二三 第三个 就我们就是 这个这个呢 我们就拿当是刚起好针的那个辫子针 来教大家的 好 这样勾好之后还是一样绕线 然后一二 属第三个辫子针里面勾出 一针长针 然后再勾一针辫子针 然后再勾出一针长针 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 如果说你起是160针的话 中间就是剩100针 我们可以勾出30多个花 如果你起的是180针的话呢 我们就中间可以勾40个 好 就这样 然后还是一样 往前数一二 我们在一二在第三个 动眼里勾出一针长针 然后再勾一针辫子针 然后再勾出一针长针 好 还是一二 然后还是第三个 好 就这样重复 刚才我教大家的 这样一直是勾到 勾到这边剩30针 在勾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数一下 就是勾到这边 勾到这个这边的时候 也要剩下30针 嗯 这一行呢 我勾到这边了 已经快到这个剩下的这30针了 嗯 最后一个花 好 我们还是一样 隔一二 在第三针上面勾出 两个 一 长针 好 勾完以后 我们这个呢 怎么勾呢 我们就是也是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如果你就这样 从这边数 数过30个 比如说 数过30个以后呢 这个你也可能去剩一针 或者是两针 如果是 呃 比如一针的话 我们就还是在从这边数的30针上 勾出一针短针 如果说是剩两针的话 如果说是剩两针的话 我们也是在这个数的这个30针上 第三十针上面勾出一针短针 好 我们就还是这样 刚给刚开始一样勾 短针 勾出30针 这一次就是直接勾到 勾到头就可以了 这个棒呢 勾起来比较简单一些 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起180个辫子呢 呃 用到的线可能要多一点 要用到五轴线 在这160个辫子的呢 就用四轴线 大家手机紧的话 估计就是四轴线都可以了 好了 嗯 这个勾到这个边上了 嗯 我们就是当它是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边勾到边上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边上这一点 我们也要勾出一针 好 再勾出一针短针 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再勾一针 取离针 然后 把这个翻过来 我们开始勾下一行 我们开始勾第二行 第二行这一点怎么勾呢 也是一样 我们这 第二行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挨的这个地方不要勾 我们从第二针上这个 这挨的这一个点的 这个辫子针呢 就是我们刚开始勾出来 起立针的一点 紧挨的这一针 我们就不勾 如果勾的话 就等于说是加了一针了 我们在第二针上勾出一针 好 就是还是勾短针 这下面这一点呢 我就要勾得快一点 如果大家搞不懂什么是 看不懂什么是长针 短针的时候 编子拍的有单独的 教大家最基础的勾针 勾直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三十针短针勾完以后呢 我这还有两针 三十针短针 好 勾完了 勾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就不用再数 几针几针的了 我们就是要从这个 这个两个辫子针中间这一点 大家看清楚 两个辫子中间 这个 咱们刚才勾的不是有一个空的辫子吗 然后我们勾出 三针 长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 这勾完之后呢 我们不用勾辫子针 就直接还是直接的 直接这样 给 勾出 在这个两针中间 勾出三针 辫子针 我们在勾第一行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 难一点 我们到勾下面的时候呢 就非常简单了 还是一样 在这个第二个两针中间 两个长针中间勾出 三针 辫子针 三针 三针 三针长针 要勾出三针长针 可以看一下 还是在这个两个动眼中 今天这个地方勾出三针 长针 一直勾到 勾到就是刚才咱们勾短针 开始勾短针的 咱们刚才勾短针的地方 每个 每一个这个里面 都是勾出三针 长针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就是每个上一行 我们勾在两针长针里面 都要勾出三针长针 还是来看一看 一场 bilateral针长针 两针长针 整理 剩下 第二针长针 二针长针 四针长针 这种线这种两个颜色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搭配颜色 有的喜欢蓝色红色的都可以 好了我们勾到最后这个花了 也是一样勾出三针长针 一 二 三 好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有了上一行的基础 当我们就知道在哪里勾短针了 你看我们这里还是要勾出来的 然后还是在那个地方勾出短针 这个勾法的是白色勾一来一回 黑色就是勾一来一回 也就是白色两行 黑色的两行 好勾到这里呢 一会勾到边上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来换这个线 一般我们勾这个包呢 我们就是黑色的 就是黑色要比白色的多出来一行的 也可以说也可以多出来 说是黑色比白色的多出半行也可以 好我们快勾到头了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怎么换线 这个呢勾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最后这一针里面勾出也是一针短针 勾完一针短针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线不是在下面吗 白色线在上面了 我们该勾黑色线给换线了 我们就要把黑色的线给勾上来 好这等于说是勾了一针起立针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有规律的勾出来的话呢 就是比较好看一些 如果说你换不好线的话 感觉可这个边上这一点可乱 好我们再勾好之后呢 就是大家再看一下 好我在这里再去掉一针 好白色的就是在勾最后一针 勾最后一针短针勾好之后呢 勾好以后我们就拿黑色的线 勾黑色线这样一勾 勾上来 勾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色线拉紧 然后黑色线也扯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转过来 等于说是换了黑色线了 我们就是要把黑色线拿到上面来 我们手好这样 我们就还是这个呢 这一行的时候呢 这一行紧挨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一针就要勾了 好我们还是一样 这挨的这一点呢 我们都是勾短针 这一针就要勾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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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架 就是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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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